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我们的粉丝都会一直来问说 你站得太会 我们想说没有 我们就只不过是多爬了一个班过来做一下而已 真的吗 我就故意挑动你们台湾主播 我们感情都很好的 什么感情好 我原来在台湾竟听见那个说 台湾的新闻主播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我在台湾 你们台湾记者 那是女主播 我是在男主播行列 我OK我不在那个行列 就是说你怀个孕 来个大姨 来大姨妈 大姨妈应该不会被发现 怀个孕 甚至五代你只要一离开 说我们台湾这个都竞争多激烈 只要有个替你报几天新闻 观众认可他了 你就别回来了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认可一个节目都是这样 在凤凰也是 你不知道吗 一回忍就再回来了 无论是说你怀不怀孕 就是说有些新闻是 比如说你 我觉得在这一行有一句 就是说 如果这个位置你从来没有坐过 你都不会再坐过 但你只要坐过一次之后 你永远都有机会坐上的位置 我觉得是举例在任何的一档节目当中 就是不只是说在 只能说明我们凤凰的慈悲 和那个主播的数量太少了 跟以前还是挺不一样 是不是 因为以前的凤凰是 所有人的专制化 或者明星化 比如说千千三年行 就是都文韬 你说鲁豫有悦 那就是鲁豫 你不能鲁豫有悦 有天后来来了个文韬 那你会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鲁豫帮我主持过枪枪啊 对啊 但是那问题是偶依为之大 觉得挺热闹 没有人会觉得那是应该的 鲁豫穿我那个背心 还穿你的马甲 他们说像清朝的将军 像个大铠甲 好嗨喔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珍惜啊 我好珍惜啊 我现在都会很好好的摸摸 这个桌子跟摸摸的比较有杯子 没有 就是两个台湾妹妹 真是给咱们节目这个声色不少 因为我们得跟这个内地的节目有所区别 我发现呢 你看这个两岸三地这个特色 是咱们特别独特的 对不对 当然了 这个事情呢 要怎么绕回来 我想知道现在要怎么绕回来 不绕回来 我就说你们那个 我们那个大陆的那个电信诈骗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台湾方面 我代表台湾同胞向各位知青 我们女帮为什么诈骗犯这么多 都是从台湾来的 对嘛 但是当然现在呢 也发现不全是你们台湾的 而且现在有了新的问题 文道就是 我说 毛主席说 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 这个话呀 毛主席看问题是 是一针见血的 好好好 就是说我 我伟大 军了井冈山回来 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伟大中国人民 你发现他一个特点没有 就是说正经事 咱们都都不行 赶不上他们那个 国际的那些个 对吧 但是你要咱们做点那种 山寨的呀 或者是那种 那个 法律之外的 哎呦 咱们那个发明力 创造力 甚至是 就是那种专精专业的 还有想象力 像以前的假鸡蛋 对 假鸡蛋 绝超的国际水平 就是很多事 我觉得特奇怪 你比如说 他造一个iPhone 那我们有本事 也造一个iPhone 但是咱们的本事 好像不在这 咱们的本事 让你吃惊 我前一阵 就刚刚看了 那个谁啊 那个棱镜 就是那个 那个 斯诺登 那个纪录片 哎呀 我就叹为观止 我就说美国的 这个情报系统 已经到了殖民 全世界的程度 就是上十亿个 什么什么数据 就是甚至 斯诺登 讲的时候 就是让人 恶然心惊啊 就是说 那种基站 就是说美国 在多少个地方 设计个基站 他就说 比如说我只要 你给我一个名字 梁文道这个名字 啪 马上 梁文道今天的 24小时 在我后名 因为我通过哪 只要他有社会 美国那个社会福利 那个什么 扣码 然后呢 你马上 他数据之间 现在连接了 我也就知道 你信用 有几张信用卡 你信用卡 先后在哪刷卡 甚至你买 公共汽车票 就啪啪啪 你这一天 都可以推算出来 如果把这个层级 再放大一层 就是说 今天跟文道 打过电话的人 哗 这就多了一个几何倍数 就是说 这样放大 好像三个层级 还是四个层级 你知道吗 从你这一个人出来的 就可以得到上百万人 就联系到 因为六度联系 很容易 什么叫六度联系 六度联系 在六条线之内 就可以联到有一个关系 比如说你跟奥巴马之间 其实只隔了六个人的关系 你比如说我跟谁很熟啊 我帮你找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说 我帮你找奥巴马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一定找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任何人 跟任何人之间 大概只差六个人的距离 你回想一下 可能是这样 那我要跟中南海里的领导呢 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至少有 至少有20个 我军官兵在门口挡着呢 我们是说联系上 不是说真正的 不是说真的 技术发展的如此之可怕 更让我觉得这老美啊 太厉害了 就说你知道吗 这将来把咱们都控制了 对吧 可是今天 我看到南方都市报的一片报道 我突然发现 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吹什么牛啊 就是你知道 中国的这个非法的这些个 贩卖个人信息的 南都那个记者 就是说同事嘛 找同事 两个人一起去 同事你给我提供个名字 同事给了他个名字 他在网上花了700块钱 一下子就得到了 他这个同事 开房记录 上网记录 甚至还有什么 总共11 我给11项记录 包括坐飞机 包括什么时候上网 这么多的记录 你所有的隐私信息 包括开房记录 名下资产 乘坐航班 网吧上网记录 只要有人付钱 就能买到 还有四大银行的存款记录 手机实时定位 手机通话记录 而且声称七天 就是服务 七天乘24小时 不间断服务 然后呢 更可怕的是 竟然有第三方软件 为这样的服务提供担保 就等于 你要跟那个支付宝一样 咱别随便黑支付宝 就是等于你 还有平台做仲介的那种 然后仲裁 如果你们双方有争议 比如说你找的不是我要的 我找的你没有付钱给我 他还可以有第三方 做仲裁 说要不要给 就像网购一样 就是你先把钱 打到第三方平台 你没拿到他的数据 这个钱不会支付给他 只有你通过确认 你拿到了 这也是网购嘛 我的天呐 就半小时手机准确定位你 开房记录数据 精确到 秒 你说斯诺登 告哪门的命呢 不过这个我觉得不难 从来就很早以前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 我觉得是从互联网时代 只要连上网 你就是和世界就是你的我觉得就一连上网之后你就是一个裸体在这个世界呈现当中 只要能够连到你的只要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接上线你就已经是透明了 尤其中国跟美国是全世界在这方面个人隐私暴露会更严重的国家 因为你想看美国的很简单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有一个所谓的信用系统 对 就比如说你的你的那个社会保险卡吧 你的信用卡连在一起 然后你做什么事你买房做什么事都要看这个保你的信用记录 所以很容易查出来因为你的资料摊在那 中国也是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今天在北京在广州在深圳哪都好 我要知道你24小时行程是太简单了 因为你出门比如说你搭地铁 任用地铁 你比如说肯定有个地铁票 你天天用 储钱 现在不都实名认证吗 中国不要是中国什么都要实名 你这个也要实名 你手机也是实名 你微信也要实名 然后你啥都实名 我怎么找不到你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同时还是全世界 在网购或者互联网交易支付上面 最先进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买什么东西 比如说吃顿饭什么都是上网 那你上网用支付宝或者用这些系统 那不都全都是记录 太容易了 人家现在说了 就说这些人为什么几个季几个季的就能卖 上亿人的这种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啊 说几个泄露管道 比如一个是快递行业 一个就你说的这个网购 对吧 他这个里边有人 甚至我觉得有这个金融系统的人 就把客户的这个私人资料啊 就能够给给给给放出去啊 因为现在讲求的是大数据的搜集吗 就是我们无论是上什么 哪他都在搜集你的数据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把你归类为哪一派的数据 然后再把这 然后有些人就会把这 之前就有出现这个银行的这些 他就收集到这些数据 他再把它到他网上卖 而且卖给他的就是他的target group 原本是一个私底下的这个商业行为 现在只是发展到成个人的真性商业行为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就是南都记者 花七百块钱 花这个开房记录啊 什么赞助公民赞助的什么信息啊 就一个人呢 你就透明了 再往下看 哎 这个是什么 广州月秀区 你看 酒店的 酒店啊 酒店 酒店开房的这个记录 精确到秒哎 你跟谁开房都能查得出来 再往下看 啊 你看这个是定位 手机定位 哎 你这个老婆想知道老公在哪鬼混呢 撒谎 没那么好撒 啪 马上就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很多那个客户端的 都要求你手机开着这个 对 你都要进到你的手机里面把它关掉 但是你说真的 你把它划过去说你关 他真的有没有关吗 我觉得也也不见得是真的把你关了 关了你自己生活 用这个手机也失去很多方便 对 所以现在就有个问题 也不是啊 比如说像我 我的 我举个例子像我这种人 我不用微信 我不用Facebook 我平常手机定位不开 甚至绝大部分时间我手机是关的 还有一些时间我手机卡都拿出来的 然后你可以再极端点 不要用信用卡 嗯 然后你你你 你坐地铁 坐公交什么 都是每次付费 所以 但是这个呢 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 我们到处都是摄像镜头 对 CCTV那一种 对对对对 你看像那个电影 那个 呃 那个叫什么 呃 呃 Jason Bourne 嗯 他的他也没有 他有所有的假护照 他全部都取消 可是只要透过脸部辨识系统 你还是 就算不是手机 这些影像也可以把你抓到 嗯 这个就叫这个天眼的这个 这个这个系统了 过去人家说 哎 有这个系统 你已经是这个 在王府井珠宝店 他们偷条项链 跑不去 跑不去四战地 对吧 但是呢 就是等于外边的 已经裸露了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 把你李 李子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甚至哎 我觉得也有一个挺损的 医疗记录都有的买 嗯 当然 你你你你在哪 你这你这一生的医疗记录 在网上都有 你说这玩意儿 这下去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一样其实可以反向过来 作为一个监视系统的存在 但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 我们传统上很容易有种想法 就你刚刚讲的那些很好说 我们很多资料被暴露 然后会产生很多诈骗 被人威胁的机会 现在最危险的是 有一种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 你如果没做什么亏心事 我怕什么让人知道 我上一秒钟在哪里 就很多人开始有这个想法 那慢慢的甚至不觉得 隐私的暴露是个问题 我觉得过去几年 就跟新一代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都是习惯上网的 这一群人 我跟他们打交道 让我最惊讶的就是 真的是大家都不在乎隐私了 是吗 我觉得他们并不在乎 比如说他们登记个什么东西 他们是很随便的把隐私交出去 他们不会像我这种老一辈人会小心 我现在为什么要让人知道 我干什么 我不太喜欢这些事 但他们觉得是无所谓 最明显可见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跟一些年轻人工作开会 他们常常会拿手机拍照 整个过程要录音要拍 那你拍你要录音 我后来问的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 跟名人一起或者怎么样 我拍个照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先问呢 哦是吗 就他不认为这是应该要问 他觉得很正常 因为反过来我能体会 因为他自己的隐私 也是这样子不断被曝露 他那么习惯被人拍照 他小时候出生光着屁股的时候 他妈妈就把他的相片上网 看看我这儿子 你想想看你如果 你活在这个年代 杜文涛 你等于你三四个月 你扎着尿布那个照片 现在就在网上 那当然了 我觉得你那条铁律 对他们也是存在的 就是说肯定有他们觉得 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也会 我觉得不一定了 我觉得现在 他们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我觉得会整个观念 因为没有人吃了 没有了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整个社会 大家慢慢都习惯 我的隐私反正是会曝露的 我也没有隐私可言 我也不在乎人家隐私 你跟男朋友上床的视频 你也会不会 我觉得为什么呢 这个将来会冲击到整个道德的 就是我们传统社会的道德 跟隐私是有关系的 但是慢慢的 当如果大家都觉得 比如说我举例子 就我以前也常讲 以前出去 你比如说像美国选总统大选 克林顿那个年代 就常被人攻击一个东西 就是克林顿 你年轻出过大麻 逃过兵役 怎么样 但那些事呢 你还不叫做证据确凿 或者是有同学说什么 但是你想想看 30年后 40年后 美国再选总统 你所有同学都会 他的Facebook上面都流程着 你小学三年级那一年 你作弊 对 那么你按照今天的标准 你竞争对手 原来你小学的时候 常常考试作弊 你这种人信得过吗 但是问题是 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坏事 而所有这些坏事都是公开的 都是留记录的 所以你将来 你再也不能攻击你的对手 你小时候作弊不可信 因为你也作弊 你也不可信 于是变成怎么样 变成就是 作弊不是问题了 就我们小时候骗人 这不是一个对总统来讲 是个障碍 我上大学的时候 跟三四个女孩子劈腿 这也不是问题 因为你也是 他也是人人都是 就所以说 那个川普嘛 不是有那种 侮辱女性的言论吗 对吧 但是呢 那个音频 就给留着呢 然后呢 最后实际上 很多女选民 你别以为 她是支持希拉里 她就选这个特朗普 但是他们的 女人的解释是什么 叫什么 boys talk lucker room stock 就男孩子们在 更衣室 这就是男孩子 更衣室的 这个对话 闲谈 所以她变成 实际对这个事 接受宽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将来 慢慢的 我们对于什么叫 丑闻 那个概念会转变 就越来越多的丑闻 会不被认为 是丑闻 那我们从此得自由了 那很自由 你比如说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人家曝光了 那怎么样 你不是吗 他也是 你上网查查看 韦杰也是 他们都都很坏 而且因为讯息 更新的太快了 我觉得就像前几 就是最近的那个 体育明星出轨门 好了 以前这个出轨门 干嘛不说谁 我不知道 他为国争光 然后就你看 之前的 比如说刚刚开始的 出轨门出现的时候 大家讨论度很高 很久很长 你看他这次的出轨门 所以两天吧 两天之后大家就 下一个是谁 就是我觉得因为 讯息刷得太快 然后反倒你就会觉得 这些就像刚刚 文道老师说的 就会变得很正常 就觉得不就是这样吗 真是就是哪占便宜 哪吃亏 你看我那天就听 那个一位老艺术家 就是岁数比较大的明星 他还讲呢 他就说啊 现在做明星啊 这个红利啊 越来越少了 他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最怀念的是 当年还没有狗仔队 没有娱乐八卦的时候的大陆 然后他就痛心疾首 他给那个台湾台港 都是给台港搞坏的 当年台港有这些 就是内地一开始还没这些 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明星过的日子 那真是肆无忌惮 没人知道 对吧 好 结合文道说的这个 后来我又跟他说 我说其实呢 便宜和亏啊 是这个对等的 你没想到 那个时候 哪怕是电影演员 咱们通常认为比较风流的 你知道那个电影场经常就打起来 就是你啊 有一个第三者 你有一个第三者 或者有人在街上这个看见你 这就是大事 你知道吗 作风问题 那能够就彻底毁了你这个人的 就尽管那个时候没有狗仔队 但那个时候要是一旦有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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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还不是说嫖娼 还不是说这种 就简单的就是一个一个 甚至是要离婚 一个一个老演员 那个时候你要离个婚都是个大事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今天好像是说 什么事都给晒上网了 对 但是实际上人们好像也就无所谓了 不好像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是吧 对 我觉得好像就大家会觉得这些 我们过去道德上觉得不对的事情 现在感觉好像接受度越来越高的 道德底线就越来越低的 那个感觉 我觉得会是这样 就因为整个互联网的关系 然后我们所有隐私的被曝露 我们对于隐私被曝露的习惯 觉得每个人都有所谓不可告人的事 那些不可告人的标准在降低 就所有事都是可告人 就你结了婚了 但是我有三四个男朋友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会慢慢慢慢会被接受 但是这样咱们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你说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总有一天它会到一个点 就是说大家会bounce back 回来说到底界限在哪里 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界限的点 我希望是这样 但我一直担心的是什么 就我们技术演变太快 尤其中国是一个很追求新技术的国家 其实比如说我们 为什么今天中国老百姓 我们互联网生活 其实比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先进 那就我们很追求新技术 但是新技术带来的代价 比如说隐私的曝光 道德的观念的转变跟威胁 我们还来不及想好 那个事就已经到了 就你一个社会的道德结构 或者道德观念 道德系统的演变啊 是比较慢的 它不一定跟得上 法律还更慢一点 对 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 个人信息保护法 迟迟搞不出来 因为它太快 看你技术演变太快 也没有人遇过这些事情 就像这次这个事件好了 就是它会变成是说 好 他们去举报 跟他们说 你们这家公司流露出这些 他说 那但是这家公司是注册在A地方 所以你要去跟A地方的这个公安机关来 你根本完全 他们根本没有应对的能力 现在我觉得家互联网时代 不只是说在这个信息 我们之前包括打车 包括什么 他都会遇到一个法令上 根本没有办法去约束 你说的还真是 就是现在啊 我们这个国家机器 感觉啊 落后于这个科技 在民间的发展 就是他们就讲这个 给这个派出所报案 比如说广东的记者 因为发现这个公司啊 是在在这个重庆 然后给重庆警方 重庆警方啊 我就很明显的发现 就是警方现在还没有适应互联网 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概念 就是今天的犯罪啊 犯罪人可能在华盛顿待着呢 没错 对吧 受害人可能在中国 那么但是呢 你现在可能重庆警方就说 哎 这个受害行为的发生地 是在广东 是 你应该跟广东警方报案 你看他们还是这种 属地管辖的 嗯 这种 哎 我觉得你这种 怎么能跟得上 他们现在这黑客 这个 是啊 而且就像你讲 这是全球的 你在中国呢 当然是我们中国国家体制 今天我们会 我们的公安系统 是分片的 分地方的 那这个还好改 其实 我们比如说成立一个 跨地区性的 或者怎么样 但万一那个犯罪 是跨国的呢 嗯 你比如说现在那些黑客 犯罪的黑客 它是全球性的 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取一下广告 再举一个例子 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比如说我决定像 美国最近那次大选 不是说有很多假新闻嘛 假新闻闹到 不是有一个人拿了枪 去一个披萨店 对对对对 去威胁 你听过这事吗 好 就是说一位大选期间 一直传华盛顿 有个披萨店 那个披萨店很离谱 贩卖同工 嗯 然后怎么样 然后是跟希拉里有关 还是希拉里的 对然后说整个贩卖同工的 非法网络 背后居然是希拉里 哦 在挣钱 这假新闻 假到这样 但是问题是 有些特朗普的支持 真心相信 那这是很多 这种假新闻 那他觉得现在特朗普上台 他也要替天行道 他就拿着个机关枪 跑到这个薄柄店开枪 说你们这帮坏人 我要替天行道 结果被抓 说你干嘛那么 叫他当然犯法 但是在追问来源 发现他是看了这假新闻 OK 那这些假新闻来自哪里 他怎么传播 那么当然就是在 所有讨厌希拉里 跟民主党 然后所有喜欢特朗普的 支持者那帮人之中的 脸书 社交媒体 不断的传 那么无论是你主流 比如说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说了多少次 这是假的 他们也不管 因为他们认为 所有主流媒体 都是不可信 就等于今天很多人 觉得央视说话 我就不信 我偏偏就是你朋友 全传的 差不多 OK 那么再追溯 那这些新闻 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知道现在有内容工厂吗 对 而且今天还有消息是说 就是这些假新闻 或者是这些黑客 所灌到网络上的新闻 是跟俄罗斯有关 所以现在的FBI也说 那他们也要去查说 到底是不是有关 就会变得是 真的是国际化 那是国际问题 怪不得俄罗斯收留斯诺登 对啊 而且他有的地方变成怎么样 他还不一定 他俄罗斯的角色 很可能不一定是 直接找人编故事 他很可能只是 转手 真正在生产的 现在有几个国家 有几个城市 是整个城镇干这个 就跟我们福建 普遍的差不多 一个村 比如说 其中国最有名 就在马其顿 马其顿有个城市 那个城市有几千人 专门在家编假新闻 那英语还特别好 那么他们都是编 各种各样的假新闻英语 比如说今天发现 泥丝湖那个水怪 出来咬人了 然后今天长江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世界各地的假新闻 预览的东西 点赞的 再给你推送这样子 所以你的假新闻的累积度 由于从一则变成一千万则 坏的世界就只剩假新闻了 对啊 然后那个城市 因此GDP提升了不少 然后后来 那你说你怎么抓呢 那是整个城市在犯罪 那你美国今天警方说 FBI说 那这是犯法 你照假新闻扰乱我们 你怎么处理它 那是马其顿 然后当地那个市长 都出来说话 说这是 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错 这是提振我们城市的经济跟形象 很好的一个途径 我们要促进发展 那怎么搞 天哪 我当年还给这个凤凰老板 上交过一份节目策划案 你知道吗 我是策划一个节目 就叫谣言 结果他没理我 清真了 结果你看别人都发了